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的科幻动作片 死士的第二部 影片一开场 我们的断子手死士 正在做自杀前的准备 为了防止自己复活 这哥们决定把自己 炸个支离活嘴 时间不大 随着光当一声 死士在这部影片中的戏粉 似乎是杀了清了 这小剑剑为什么 小木还要自杀呢 这事还得从一个多年前说起 死士自打出道以来 事业上一直是顺风着水 凭着自己有再生的能力 在全球方圆内 成了阳上杀了不少大外战 这其中不仅有亚洲的犯罪集团 意大利的黑手党 还有美国的黑社会 和日本的黑帮 刚开始都挺顺利的 不过在收拾 俄罗斯黑帮老大的时候 戳点纰漏 死士一看大师不好 坐着大尔哥的出租车 撒子跑了 大尔哥说开出租车太没劲了 我想成为一名职业的杀手 仗剑走天涯 想吃啥吃啥 死士说想当超级英雄 光饭量大可不行啊 好好开你的车吧 别想那么多 死士回到家 正跟大尔妹打情骂俏的时候 俄罗斯黑帮老大 带着人突然就杀到 在这场混战中 正打算为死士生孩子的大尔妹 不幸交了饭票 死士一看是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变身 当时又气疯了 抱着黑帮老大就往撑上走 生无可恋的死士 想了各种办法让自己领盘饭 可到了都没能入院 为了能够去那边陪大尔妹 死士最后决定把自己给扎碎 他以为自己这下可以如愿以偿 可没想到还是穿不过阴阳之间的那道墙 得到消息的鸡汤狗 刚力士把死士的残肢断壁 收拾收拾打包带走了 转场之后 变种人小胖堆被带到了 埃塞科斯变种人治疗所 治疗所的负责人毛袋叔 是个笑里藏刀 心狠手辣的坏蛋 虐待起孩子 比雷电法王霹雳羊还疯了 死士复活之后 不仅见到了刚力士 还见到了少年蛋头和他的女朋友电影 刚力士说老弟啊 你一个人想拯救世界根本没戏 你必须得加入组织 死士说别离我烦着呢 刚力士说天涯何处无方走 这个死了咱在找啊 你长这么帅一定会找到真爱 这正是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上日六月寒 此时的死士心里就像打翻了醋瓶 心酸的不行了 一天晚上 俩龙套正在路边闲扯淡的时候 电锁从未来穿越时空突然出现 由于着陆的时候重心不是他 把锁出摔得不清 锁出把这哥俩弄晕之后 开着皮卡车仨子聊 小胖兔来到变种人治疗所之后 很快就被毛胆叔拿出做实验 把小胖兔垫得是一阵阵的干探 这哥们实在是受不了 利用自己火拳的超能力开始吓唬闹 把治疗所折腾得是鸡肥狗套 接到任务的刚力士和死士等人 很快便来到了治疗所 作为一名实习的X战织 死士本打算按照程序的 先讲道理再动场 可小胖兔根本不拿正眼看 这下可伤了死士的自信心了 这哥们突然一个老汗水分 就把小胖兔给送攻圈了 可当死士得知小胖兔 被那帮孙子虐待之后 毫不犹豫的就把毛胆叔的助力给毙了 然后死士和小胖兔 被一起送进了臭名卓主的并和监狱 这个监狱里关的全是变种人 为了控制这帮变种人的超能力 监狱给每个变种人 都带了一个能够抑制超能力的相权 这小胖兔虽然年龄小 但心思挺重 说这个世界上谁都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将来我从这出去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毛胆叔那次用的烧了 然后再跟他被烧焦的尸体来上自拍 那感觉一定很嗨 得知小胖兔进了监狱 索叔还是准备武器了 索叔这次大老远的跑来 就是为了绕小胖兔 因为在不久的将来 小胖兔把他老婆孩子全都被烧死 为了挽回老婆孩子的命 他只能穿越过来 提前把小胖兔给干掉 转场之后 索叔带着全套的高科技武器闯进了监狱 把监狱折腾的是鸡肥狗跳 接下来是死士跟索叔的一场受过战 两人掐来掐去谁都没得着便宜 索叔这么一折腾 有关部门决定把所有的变种人 全都转移到80里外的控制局 小胖兔虽然年龄不大 但社会经验还是挺丰富 他知道如果想在监狱里生存下去 那就必须找人罩着自己 在冰河监狱的五星级牢房里 关着一个叫红坦克的大块刀 此人不仅是叉教授同父异母的兄弟 而且力大如牛性跟手来 还跟绿巨人敲架 为了能在半道把小胖兔 从全副武装到运送队手里救出来 此事招聘的几个有超能力的龙头 这几位虽然都有点小手段 但看上去都不是那么靠 尤其是这位甜甜雄 除了有严状的唐咬病 啥本人都没有 第二天的一早 押送变种人的车嘴浩浩荡荡的冲发了 为了摸清死士和小胖兔的行踪 索士把死士的好 既有眼镜哥给绑架 还没能所述行讯逼供的 眼镜哥把知道的全说了 要说死士的计划还是挺周密的 可架不如这帮临时工不给力 除了好运气的酱油妹 另外几位还没落地就这儿的屁了 接下来是一场动作戏 索士和死士打得正热闹的时候 红坦克被小胖兔给放出来 扛起伸伸手便知有没有 红坦克一个老汉手段 当时就把这几位给弄弄圈了 尤其是死士 被红坦克拦腰截断啥也不能看 死士在家长腿的时候 索叔不请自来 索叔说小胖兔今儿晚上会去杀毛坦叔 一旦他开了这个头 那他将一发而不可收 他会这么一直的杀下去 直到有一天杀了我老孩子 你现在必须跟我一起组织这框兔 不然的话 他一旦开始瞒干 那你的所有孩子都将会领和喊 由于红坦克过于的强大 此事只好hold着脸皮去找纲理事帮忙 纲理事说别开国际玩笑 我要是帮了你 我这自尊还要不要 随后四个人来到了治疗组 刚好赶上小胖兔和红坦克正在发飙 要说这红坦克可不是一般的强 随便一划了就把这三位打趴下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死士的好机友刚立誓即时出现 不过这哥们基本上就是来挨揍 幸亏少年弹头和电勇即时感到 三个人使出阴绕 才暂时把红坦克给压制住 当小胖兔正准备对毛袋叔动手的时候 死士和索叔即时感到 索叔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把小胖兔给干掉 死士说大哥 咱先礼后兵 我先说服教育 不行的话你再动 可死士白火了半天 小胖兔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当死士用自己没有超能力的血肉之躯 替小胖兔挡了一颗子弹之后 终于把这熊孩子给感动了 死士在临死前说了很多东西 感谢了这个 感谢了那个 啰嗦和没完 然后死士再次去找大眼妹 这次很顺利的创过来那道墙 可好景不长 大眼妹很快发现 时间上出现了错乱 原来电锁为了救死士 利用自己的最后一块能量板 让时间倒流 把一枚硬币提前放在了死士将要重担的地方 而由于能量的耗尽 电锁再也无法穿越回去 影片的最后得说说出租车司机大眼哥 这哥们一直想路 可由于能力有限始终没能路运 所以当毛大叔跳着脚骂街 而死士等人没办法的时候 大眼哥顺理成章的让他老家伙领了何怕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首唐诗人压经 死士说话虽然骚 但是境界比较高 不像有些伪君子 整天笑这唐刀 接下来